我们现在是在讲,大卫所做的诗篇 上次,我们就从大卫他开始逃亡 所写的诗篇,我们就陆续的讲 诗篇59篇 他从基比亚开始逃难 第一篇写的是诗篇59篇 那时候,从他的房子里面逃出来 然后,接下来他继续逃,逃到拉玛 逃过来之后,到了罗伯去找一个祭司 然后接下来,他就逃到加特 在加特那边,他装疯 在装疯的期间,他写了诗篇56篇 然后接下来,他就被赶出来了 赶出来了,哈利路亚,感谢主 他就到了亚杜兰洞这里 有400个人来归下他 在这期间,他写了诗篇34篇 还有诗篇,可能是诗篇16篇 34篇是比较肯定的 那时候他讲到说 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诗篇16篇,跟诗篇4篇其实蛮类似的 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没有善 是我最喜悦的 可能是这400个人吧 这400个人,跟随他之后 没多久,后来就增加到600个人 这600个人,跟随他多久呢? 大概有差不多10年之久 都一直跟随大会,没有离开 所以这600个人是非常不简单的 从亚杜兰洞那边 后来他去到东南边这边的山寨 然后,先知教他说 你不要留在山寨 你要回到犹大地去 所以他就到犹大地的树林当中 那个叫做哈列树林 这个时候,扫罗就把挪伯的祭司给杀了 全家,还有整个村子里面的所有的大小 全部都屠杀了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亚比亚他 就是姓存的一个祭司 就跑来投靠大卫 这个时候,大卫就写了几篇? 诗篇呢? 诗篇,52篇 因为那时候就针对告密的那个叫做多义 他就写了52篇 接下来,有11篇、12、还有17 这几篇,可能也都是在那个时候所写的 11篇有讲到说 根基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12篇有讲到说,虔诚人断绝了 然后,下流人在世人当中升高 这个看起来都是讲到多义 多义,然后屠杀这些祭司的事情 17篇也是,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所写的 今天我们接下来就往下看 接下来,他去到哪里? 去到基伊拉 为什么到基伊拉呢? 因为那时候,有非利斯人要来攻打 来抢夺基伊拉 结果,大卫就求问神 因为那时候,祭司亚比亚他逃到那边去的时候 带着乌灵跟土民 以弗德,还有乌灵土民 乌灵土民是可以用来求问神的 所以,这个祭司投靠了他之后 这个对大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反而对扫罗来讲 他自己把自己求问神的管道给断 大卫就求问神,他说 这个基伊拉被非利斯人这样子抢夺 我们要不要去救他? 结果神说,你去,我与你们同在 结果他就去到基伊拉 结果果然把非利斯人给击退了 他就住在基伊拉 住在基伊拉的时候 扫罗这边就要来 听到说,他在基伊拉,就要来寻守他 这时候,大卫又在求问神 说,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 神先跟他说,扫罗一定会来 然后,基伊拉也一定会把大卫交出去 所以,大卫只好赶快逃离基伊拉 跑到哪里去? 跑到西伯的附近 西伯的附近的一座山 这个时候,西伯人就跑去跟扫罗打小报告 跟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边吗? 他就向扫罗告密 所以,扫罗那时候就听了这个消息 叫西伯人说,你们再去打探清楚 他到底在哪些地方活动 所以,到时候,我搞清楚他的底细之后 我就带人过来捉拿他 结果后来,当扫罗带着三千个人来捉拿大卫的时候 大卫已经到了马云南边的旷野 这个时候,扫罗就围捕大卫 围捕大卫,那就非常惊险 这时候,大卫就写了一首诗篇 54篇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54篇 我们在看54篇的之前 我们还是先翻一下,撒末尔记上23章好了 我们先翻一下撒末尔记上23章 撒末尔记上23章 从19节到末了 19节到末了 白瑞兰,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撒末尔记上23章 撒末尔记上23章 19节到29节 西伯仁上到比亚见扫罗说 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 旷远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 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 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 扫罗说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因你们误序我 请你们回去 在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中 是谁看见他在那里 因为我听见人说他胜狡猾 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 回来具实地告诉我 我就与你们同去 他若在犹大的境内 我必从千门万费中收他出来 西伯仁就起身在扫罗 已经往西伯去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 亚巴拉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 去寻找大卫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下到盘子 住在马云的旷野 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 追赶大卫 扫罗在山的这边走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在山的那边走 大卫急忙躲避扫罗 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 日面围住大卫 和跟随他的人 要拿破他们 突然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 贝利士人犯禁强掠 请王快快回去 于是扫罗不敢 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 回去攻打贝利士人 因此那地方名叫 西拉哈马西罗杰 大卫从那里上去 住在稳基底的山寨里 OK,好,谢谢 你看到这里了 这个西伯人 西伯人就跑去跟扫罗 打小报告 后来扫罗那些人 就下去寻找大卫 25节 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告诉大卫 有人把扫罗来的消息 把西伯人跟扫罗 打小报告的事情告诉大卫 大卫这个时候 就写了54篇 标题上面写了 西伯人来对扫罗说 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 所以,西伯人其实至少两次跟扫罗打小报告 这是第一次 但是,这首54篇看起来应该是在第一次的时候所写的 因为这边所讲的这句话 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边藏身吗? 跟23章里面,撒末尔记上23章的第19节 比较match 所以,大卫就说 祷告 神啊,求以你的名救我 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 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 敌由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 强暴人寻所我的命 他们眼中没有神 这个外人是谁?强暴人是谁? 就是指着,打小报告的这些西伯人 他们眼中没有神 但是大卫常常都是这样 前面先呼求 但接下来他就宣告 第4节 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 祂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 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 我要把甘心记献给你 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证明本为美好 他从一切的疾难中把我救出来 我的眼睛也看见我的仇敌遭报 54篇里面有三次提到神的名 第一节 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 第6节 我要称赞你的名,证明本为美好 圣经里面,神的名 其实讲到就是神的自己 前面诗篇52篇,那时候讲到多益的时候 也提到说,52篇第9节也说 我也要在你圣民面前仰望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所以,大卫所经历到的神 是一位美好的神 所以,这名是美好的 他求告主的名 神就把他从患难当中救出来 果然是这样子 他做这样的祷告,这样一个呼求之后 我们看到在撒末尔记上23章后面 那时候,情况是非常的惊险 扫罗在山的那一头追 大卫在山的这一头逃 彼此看不见彼此 扫罗不知道他大卫在什么地方 他就在那边绕着这个山走 大卫其实快要被追上了 差一步就要被追上了 但是那时候,突然有消息传来说 彼此人犯禁强掠,请王快快回去 所以,扫罗就回去了 扫罗不知道说,他只要再坚持一下 再往前追一阵子 就会抓到大卫了 他不晓得,神这时候拯救了大卫 让非利式人来犯弃 所以在这里,大卫就经历到神 拯救了他,把他从极难当中救出来 所以,大卫这时候就松了一口气 然后,撒末尔记上23章最后一节就说 他就从那边上去,住在影基底的山寨里 所以,我们看这个PowerPoint里面的地图 影基底就在死海的西边 但在这个地方,他大卫就写了好几片诗篇 在这里,我们再看 接下来就去看撒末尔记上的24章 24章,我们看到前面三节 扫罗追赶非利式人,回来 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影基底的旷野 你看,大卫才到影基底 有人跑来跟扫罗打脚报告说 大卫在影基底的旷野 大卫真的很惨 到什么地方去,都有人在跟扫罗报告 所以,大卫这段时间是他最苦的一段日子 然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了三千精兵 帅他们往野羊的盘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 扫罗进去大劫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 那个时候,大卫躲在洞里面 等一下我们就看到,这时候大卫在影基底 这边写了几篇诗篇 他在洞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 后来大卫就割下扫罗的衣襟 因为扫罗在那边上大号 他就把他放在旁边的衣服,割下一脚 这个事情,我们之前曾经在上罗的记忆的时候讲过 他在这段时间,他写了几篇诗篇? 应该是58篇、64篇、140篇 这几篇,还有142篇跟57篇 57篇跟142篇,后面这两篇都很确定的 上面有写说,大卫在洞里面的时候写的诗篇 前面58、64跟140这三篇,没有讲说在什么时候写的 但是,我们从它的内容来看 判断,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所写的 这个时候所写的诗篇,这五篇、诗篇 有一些特色,就是大卫所遭遇到的敌人 都是口舌,好像是磨蛇如刀 他们的舌头好像是快刀 又尖利,像是蛇一样 他们口中吐出鬼蛇的毒气 所以,那时候大卫所碰到的这些对头 就是跟扫罗告命的那些人 大卫倒是没有在这边控告扫罗 都是在那边跟神抱怨说,那些口舌 像是毒舌,像是快刀,又像是利剑的这些人 在路上射下罗罗 要来找大卫的麻烦 大卫主要对象就是这些 我们看一下,这段时间也算大卫在灵里面最受到压抑的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看四篇五十八篇 四篇五十八篇 这个Joy帮我们读这个四篇五十八篇好了 世人啊,你们默然不语,真何公义吗? 施行审判,起案,正直吗? 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 你们在地上,秤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 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 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 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 他们好像塞尔的龙鬼 不听行法术的声音 虽用吉林的咒语,也是不听 神啊,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 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 愿他们消灭如极流的水一般 他们秋准射箭的时候 愿箭头仿佛砍断 愿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 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 你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 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 一人见仇敌遭暴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 因此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 在地上国有诗行判断的神 这一篇诗篇没有讲到它的背景 我们为什么会放在这个地方呢? 最后一节,他说 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 在地上国有诗行判断的神 是神在这地上诗行审判 因为他前面讲到说,这个世人 你们默然不语,真和公义吗? 诗行审判,起案正直吗? 这里好像讲到说,有一些审判官 他们诗行审判不按照公义 在这边欺压百姓 所以到最后他就讲到说 但是神要出来伸冤 所以到最后人就会说 在地上果然是有诗行判断的神 从这个话,我们大概可以判断 大卫写这个诗篇,应该是在他做王之前 如果是做王之后,地上有一些审判官 不按公义诗行审判的话 是大卫自己要来诗行公义 要来把这些审判官给撤掉 但是在这边讲到说 他是怎么求告神,让神出来伸冤 然后让众人就看到,地上果然是有神在施行审判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大卫在做王之前 因为他没有权柄,在地上惩治这些恶人 所以这应该是在做王之前 做王之前,有哪一段时间 大卫跟这些审判官有过节 好像看不太出来 但是,我们这边就只能说,从他这里讲到说 这些恶人,他们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第四节,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 这个毒气讲到他的嘴巴里面有吐出毒气来 不听行法术的声音 然后第六节,他说 神啊,求你敲掉他们口中的牙 耶和华,求你敲掉哨状狮子的大牙 他们的行恶是在他们的口中 所以,他们主要是他们的言语 他们的言语有吐出毒气 走错路说谎话 这个第三节,说谎话 然后,他们纠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反扶砍断 射谁?射一人 所以,这一段从这边这个内容看起来 可能是在讲到那些向扫罗告密的那些人 这一篇是比较不太那么清楚 但是,我们暂时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大卫的诉求就是很简单 就是说,有些人作恶,有些人说谎 但是,这时候求神出来施行公义 让这些恶人遭到报应 众人就会因此知道 神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58篇,它里面的逻辑 里面的诉求,都比较单纯 恶人怎样作恶 神啊,求你出来要行公义 大卫有的诗篇,它的内容就比较简单 我们再看一下六十四篇 六十四篇 还是就会帮我们读,四篇六十四篇 神啊,我哀喊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愁鼻的惊恐 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 他们磨蛇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 好像笔准了的箭,要在暗地射完全人 他们忽然射他,必不惧怕 他们彼此勉励射下恶计 他们商量暗自射网 罗罗说,谁能看见 他们图谋坚恶 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 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 但神要射他们 他们忽然被射伤 他们必然半叠 被自己的舌头所害 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 众人都要害怕 要传扬神的工作 并且明白他的作为 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 凡心理正直的人都要夸口 这一篇诗篇,我们看它的内容结构 也是比较简单 前面讲到这些恶人 就跟神求告,神要求你救我 接下来讲说,这些恶人怎么样作恶 接下来就开始宣告,神要惩治他们 到最后就讲到说,这些义人都要欢喜 然后,心理正直的人都要夸口 所以,这个是大卫这几篇诗篇里面 一个很简单的结构,一个特色 这边我们就看一下 这边也没有讲到说,它的背景是什么 但是,我们对于他所讲的这些仇敌 这边就描述的比刚才那篇讲得要更清楚了 第三节,他们魔蛇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 好像笔准了的箭 刚才那篇也是讲到射箭 也讲到他口中有毒气 这边是讲魔蛇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 然后,他们要射箭,射谁?射完全人,并不惧怕 然后,不惧怕什么?不惧怕神 所以,刚才西伯人 大卫在讲到西伯人的时候 就讲到说,西伯人他们不敬畏神 他们要射他不惧怕,然后彼此免励设下恶计 他们商量要暗设网罗 所以,你等下看到,这个是64篇 对不对?后面等下我们再看140篇 142篇跟57篇 这几篇里面都会提到网罗 提到仇敌怎么样为大卫设下网罗 所以,大卫就是真的,他现在步步都是很艰辛 都有人给他设下那种陷阱跟网罗 走到什么地方? 都有人跑去跟扫罗告密 所以,大卫是说,就很苦 他们暗设网罗说,谁能看见,心里涂抹兼恶 所以,这些人就是跑去跟扫罗告密的那些人 接下来,大卫就开始宣告 神要怎么样惩治他们 到最后,众人就要来传扬神的工作 明白他的作为 所以,大卫都没有停在一个很自卑自怜的光景里面 最后都起来说,宣告神 你一定会为我伸冤 神啊,当你为我伸冤的时候 众人都要看见,都要欢喜 知道就是说,在地上真的是有神在那边施行报应 这个是六十四篇 这一篇也是比较简单 我们再看一百四十篇 诗篇一百四十篇 一百四十篇,我们请... Daniel好了,Daniel可以帮我们读吗? 诗篇一百四十篇,一到十三节 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心中图谋奸恶,常常聚集要征战 他们使舌头尖如蛇,嘴里有蛆蛇的毒气 毁蛇 后悔的毁 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图谋推我跌倒 骄傲的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 他们在路旁扑下网设下圈套 我乘着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 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 耶和华,求你不要逐恶人的心念 不要拯救他们的计谋 恐怕他们最高 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 愿他们嘴程的坚弱陷害自己 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 愿他们被丢在火中 抛在深坑里,不能带起来 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 祸患必灭曲强暴的人,将他打倒 我知道耶和华,意味困苦人深渊 意味穷罚人变虚 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 甚至人必住在你面前 好,谢谢 你看,这边大卫所讲的这些仇敌 跟刚才讲的类似 一开始说,神来求你救我 接下来就开始形容那些仇敌 是怎样的仇敌呢? 他们心中涂抹坚饿 然后,舌头坚立如蛇,水里有毁蛇的毒气 跟刚才讲的这一似 然后,这些人要涂抹,让他跌倒 然后第五节 骄傲人为我暗色网罗和绳索 他们在路旁扑下网,设下圈套 所以,这个是大卫在这段时间逃难的一个特色 逃到哪里,都有人跑去检举,跑去告密 为他设下网膜跟圈套 所以,后来他就呼吁神来起来 让那些要害他的人,害到自己 九节、十节这边讲到说,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 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 你发现,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 他求神出来惩治那些恶人 都是惩治那些小人 大卫从来没有祷告,在那边咒诅谁? 咒诅扫罗 他从来没有在那边咒诅扫罗 神啊,你请贼先请王,你先把头头处理掉 后面这些小人就算了 但是,大卫从来不敢求神在那边咒诅扫罗 求神来对付扫罗 他从来没有这样子 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的受高者 如果扫罗该受对付,是神自己对付 大卫不敢去咒诅他 所以大卫在他,上次有诗篇16篇里面 他讲到说,你们若得享长寿 想要得享美福,就怎么样? 嘴唇不出恶言 所以大卫不说诡诈的话 大卫一直保守他的口 不敢对扫罗说出一些毁谤他 或者是咒诅他的话 但是对于这些小人,他就求神出来要伸冤 要伸来伸冤 所以这些小人就是这些为他射网罗 然后舌头在那边攻击他的人 他没有说这些人拿刀来攻击他 他没有说这些人拿着什么武器、枪剑来围攻他 不是,他所祷告的这个对象 都是用舌头跟言语在那边陷害他的人 这个是他最大的仇敌 诗当中,我们说大卫有一些诗篇,结构比较简单 这一篇又多了一些东西 第六节,他说,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请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 所以在这里,大卫又更多的诉说神的所示 他有时候在诗篇里面,就是光是求救 光是求神,求神施行的审判 这篇里面,他还有多讲到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这个神是大卫的神 还有,这位神是大卫救恩的力量,第七节 他是他救恩的力量 同时,他讲到在过去那些日子,在真正的日子 他说,你遮蔽了我的头 这个在祷告,其实我很喜欢 神啊,你遮蔽我的头 遮蔽我的头,一方面是不受到仇敌的攻击 一方面,我们也讲到我们的思想 常常需要被神来遮蔽 所以,到最后也是一样 当神出来生冤的时候,第十二节 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申冤,必为穷乏人便屈 义人必称赞你的名,政治人必住在你面前 最后的结论,好像差不多 信心的话,起来宣告神一定会出来做事的 然后,众人会把荣耀赞美,来归给神 140篇,跟前面几篇也是大同小异 但是中间,我们看到他对神的描写又多了一些 我们现在看142篇 第142篇,好,这个谁? 薛兰有在旁边吗?要不要请薛兰帮我读一下 第142篇,1到7节 那我也在做你做的训诡诗乃是祈祷 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 我在他面前吐入我的苦情,承说我的患难 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 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 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 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 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朋友 求你特耳听我的呼求 因我落到极非之地 求你做我脱离,击破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求你领我出灵,被囚之地 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 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谢谢 这篇就很清楚的讲到说大卫在洞里做的训诡诗 大卫在他逃难的期间,有两次是在洞里 第一次是在亚杜兰洞 亚杜兰洞就是他从加特,从雅籍王那边逃出来之后 他就先到亚杜兰洞 在亚杜兰洞,有四百个人来归向他 那是第一次 第二次,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就在影机里的洞里面 这洞里面是当扫罗来追杀他的时候 他们一群人躲在洞里面 142篇是第一次的事情,还是第二次? 看起来应该是第二次 因为在这里,他说:"敌人为我暗设网罗。第三节,暗设网罗。 我们讲到说,大卫在这段时间 那些告密的人,等于为他暗设网罗。 在第一次他到亚杜兰洞的时候 我们还没看到说,当地的居民跟大卫有什么过节 大卫那时候还得到一些安慰 因为有些人来投靠他 但是到了第二次洞里面的时候 对大卫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愁苦 而且他等于是降到最卑微的地步了 他说:"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第三节。 就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在大卫在影机底的这个时候。 他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 在这边他有宣告神,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说:"神是他的避难所。神也是他的福分。 这个是他说:"我曾经向你哀求。 他曾经过去也曾经想说。 在诗篇第16篇里面,他那时候不是有说吗? 诗篇第16篇里面,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背中的份。 诗篇16篇是他在亚度兰洞的时候写的。 所以,那时候光景还比较高昂,灵里面比较高昂。 所以,他宣告:"神是我的产业。神是我背中的份。 但是,现在到了另外一个洞里面。 这个洞里面,他就回想到过去,他曾经这样说:"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 我曾经这样宣告过。 但现在,我怎么会落到这么卑微的地步呢? 他说:"在第6节上,求你测经我的呼求。 因为我落到极悲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大卫身边有多少的人?六百。 少我有多少的人? 至少三千。 三千对六百,五个打一个。 而且这三千都是挑选的。 你看到,都是挑选的精兵,从以色列当中,特别挑选出来的。 大卫这六百个人,都是那些乌合之众。 所以,真的是,他们比他强盛太多了。 所以,他说:"求你救我,救我脱离这个被囚之地。 他好像被捆锁在这个地方。 然后,最后他还是说:"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because of your goodness to me,因为你曾经对我这么好。 这个时候,大卫在这时候祷告,算是已经比较蛮虚弱的。 祷告在这里,他已经好像快要没有气了一样。 因为这时候,他已经落到最低的状况。 真的是发生哀告、发生恳求。 他在神的面前,是吐落他的苦情。 142篇,大概是最惨的时候,就要这个说服装。 对,就是第四节。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为什么要向右边观看? 为什么不向左边看呢? 右边是一个尊贵的地方。 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我把你摆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自动了。 所以,我的右边是空的。 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一个贵人能够帮助我。 我只是孤零的一个人。 找不到任何一个贵人,就是有权利的人,有权势的人,来帮助他。 我无处避难,没有人眷顾我。 所以,真的是非常凄凉。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57篇,57篇有个转折。 我们来看一下57篇。 57篇,请Jenny帮我们读,好不好? 57篇。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阴下,等到灾害过去。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 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 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信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 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 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 我要唱识,我要歌颂。 我的灵啊,你当行喜。 秦瑟啊,你们当行喜。 我自己要及早行喜。 主啊,我要在万年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级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穷昌。 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阿们。 这一篇,他也是上面写,是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 我们去看他的内容,我们知道, 这一篇应该也是在影基底那个时候, 第二次的藏在洞里,不是亚杜兰洞。 在影基底这边,你看到他这边对敌人的描述,非常清楚。 他说,第四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 我躺握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非常清楚,大卫在这个地方,他不管走到这个地步, 不管是到哪里,都有人去报告扫罗。 所以,他是真的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 他说,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 所以,他们的问题都在他们的嘴巴,都在他们的舌头。 所以,跟前面几篇完全一样的信实。 然后,第六节说,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膜。 所以,这几篇,我们感觉到都是同一个系列的。 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圣经。 你会发现,它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第四节,前面也是讲到说,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硬下,等到灾害过去。 神啊,求你怜悯我。 这个已经讲到说,已经凄惨到这个地步。 神啊,求你怜悯我到底要忍受这样子到什么时候呢? 然后,他说,接下来他就宣告了。 他说,我要宣告至高的神。 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 是至高的神。 而且这位神,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 who fulfills his purpose for me。 就是这位神,他会实现他在我身上的计划。 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 大卫也非常清楚,神在他身上,有一个他的旨意在。 但是他说,神啊,你一定要让你在我身上的旨意,能够实现。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他就宣告,那些人辱骂我的时候, 神会从天堂施恩救我,也必须向我发出慈爱跟诚实。 这个都是他信心的宣告。 我们看第四节,他就讲到说,这个恶忍如何。 其实从第四节,直接跳到第六节,其实是很自然的。 就是,你不要把第五节抽掉。 如果你没有第五节的话,读起来好像还更顺。 第四节说,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块刀。 第六节,他们为我的角色下往我,压制我的心。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板掉在其中。 所以,其实,大卫他本来要讲的话, 其实第四节,直接跳到第六节。 本来没有第五节的。 第五节放在中间,不是很奇怪吗? 但是,怎么会有一个第五节呢? 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力。 这个是神的圣灵,转了大卫的口。 当他好像在那边跟神抱怨的时候,突然神改了他的话。 他抱怨到一半,开始赞美神。 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力。 转了之后,继续回过头来讲他自己要讲的话。 把第六节讲完之后,突然这时候,大卫就开始安静下来了。 希拉,有没有看到? 大卫就会想说,奇怪,刚刚神转了他的话。 然后这时候,他就开始被神的灵感动了。 第七节,跟前面完全不一样了。 你看第七节以后,他那个整个心静, 跟前面那个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 完全不一样。 第七节开始就说,神啊,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 我的灵啊,你当刑起。 秦色啊,你们当刑起。 我自己要及早刑起。 你看到大卫,他里面好像突然有一个全员, 要爆发出来一样。 里面充满了像着神的什么?赞美。 赞美,里面那个全员涌流到一个地步, 他就跳起来,他说他要唱诗歌,他要歌颂, 他要弹琴。 你要知道,那时候大卫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大卫在洞里面。 当他在写了一个诗篇的时候, 我不知道扫罗有没有已经在那边大劫了。 不管是怎么样,大卫那时候躲在那洞里面, 那洞不是他们长久居住的地方, 他们那时候只是为了要躲避扫罗, 要暂时躲在那里面。 你看到大卫那时候,前后的上校文在撒罗记里面。 那时候,他到影基里,是住在山寨里面。 他是住在山寨里,不是像亚度人,住在洞里面。 他是住在山寨里。 这个时候是因为为了要逃难, 为了要躲避扫罗,要隐藏起来, 所以才暂时躲在这个洞里面。 所以,这洞里面是非常不舒服的地方, 是很黑暗的地方,然后很拥挤的地方。 甚至于很多羊,本来都是一些羊的巢穴。 他们牧养人,把羊放在里面。 所以,那里面有很多排泄物,也是很臭。 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卫里面突然被神的感动, 他里面突然就觉得说,神啊,我要起来赞美你。 神啊,我要起来歌颂。 他觉得说,他不起来唱诗赞美神, 他里面受不了,他要爆放出来。 他说,我要唱诗,我要歌颂。 他在里面开始哈利路亚唱起来了。 底下,同边的人都吓得要死。 大卫,不要出声,不要出声。 他们随时会从洞口经过, 你这一出声的话,还得了。 但是,大卫好像里面,没办法限制自己。 赞美了灵。 所以,他英文第八节,他说什么? 他说,awake my soul, awake the heart and the light. I will awaken the dawn. 他说,中文是说,我自己要及早醒起。 原文是跟英文是比较类似的。 我要让黎明,要唤醒黎明。 我要把清晨叫醒,这是什么意思? 光明来的。 他就是要一直唱,唱到什么? 唱到从黑夜变成光明。 你一直唱,一直歌颂神。 歌颂神到一个地步,他外面环境的黑夜,转成光明。 他一直唱,唱到一个地步,他心里面的黑夜要转成光明。 唱到心里面的天发白,唱到环境要破晓。 所以,大卫他这时候,里面就是充满了这种赞美。 那你就想到说,在新月里面也有一处跟这个类似。 保罗和希拉,他们在什么地方?赞美神? 贝利比在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监狱里面也是很臭,也是很黑,也是很脏。 那时候,全身都被打得遍体鳞伤。 结果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就赞美,唱诗,唱诗赞美神。 结果唱诗赞美神之后,真的是从黑夜进到光明。 他真的是把破晓,把黎明,把它唤醒了。 地震动,然后所有的囚犯的锁链都碎了,都解开了。 所以,你看到在这边,神改了大卫的口。 我们常常说,神啊,救我!神啊,救命! 神啊,你看我那仇敌,这样子欺负我。 但是,后来讲讲讲,神改我们的口。 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他这时候不再看那些仇敌,不再看那些人。 他这时候起来看神。 当他看神的时候,他就发出这样的详美。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我要放一首诗歌,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诗歌,很能够说明这种心境。 我们的PowerPoint,稍等一下。 PowerPoint里面,这边有讲。 这段时间的特色就是, 我躺过在信烈如火的世人当中。 他们牙齿是枪剑,舌头是快刀,为我的脚射下网罗。 所以,这个是大卫在这段时间里面,所碰到的状况。 但是,我们先来看这一首诗歌。 最后也能列一下。 这首诗歌,我第一次是在新加坡里面。 新加坡的时候,听到了。 这是一个大陆的乡村,乡村里面的基督徒他们做的。 我最爱唱主的歌,爱唱主的歌。 Fernic Horrorips》。 本歌唱歌,唱首歌,唱歌,唱首歌 About这首歌,唱首歌,唱首歌,唱首歌的圈页。 小钱歌,唱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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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 我的心那谷不再可 我最爱唱主的歌 爱唱主的歌 从早到晚乐呵呵 乐呀乐呵呵 唱的春天白花坎 唱的夏日阳满坡 唱的秋季过满园 唱的冬天心暖和 唱的冬天心暖和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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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蛋歌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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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蛋歌 叫一声阿爸 死泪流 痛苦的烟细在刚刚 我最爱唱主的歌 爱唱主的歌 心里乐的没法错 没法错 唱的十年能忍受 唱的臭敌能胜过 唱的天父更喜欢 恩贵死爱随着我 恩贵死爱随着我 我最爱唱主的歌 爱唱主的歌 天父爱听我的歌 爱听我的歌 歌飞到三层天 过零随着过银河 叫一声阿爸 死泪流 天使也来福使我 天使也来福使我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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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蛋歌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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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蛋歌 叫一声阿爸 死泪流 痛苦的烟细在刚刚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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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蛋歌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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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讲的这个情境 就是像刚刚所说的 他怎么唱? 唱到后来乌云全消散 唱着重担全交托 唱到圣灵来浇灌 他说,唱到春天百花开 夏日阳满坡 秋季果满园 冬天心暖和 然后,唱着试炼能忍受 仇敌能胜过 唱着天父更喜欢 所以,当他这样赞美神的时候 里面的黎明就来到 所以,大卫就在这首诗歌里面 我们就看到 他跟前面那几首诗歌完全不一样 大卫的诗篇到后来 他都有起来宣告 宣告讲信心的话 这是很好的 但这篇特别 后面你看,完全不再起义说 神啊,这些敌人到时候你要怎么样处理 我们就会到时候就知道 果然世界上是有施行审判的神 没有 完全后面就是只看到神 第57篇 第7节 神啊,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我要歌颂 我的灵啊,你当刑起 琴瑟,你们当刑起 所以那时候,旁边的那些大卫的那些同伴 都拉着大卫,大卫简直快要癫狂了 在洞里面大声喊叫,大声歌唐 但是他说,因为你的实爱高级诸天 你的诚实达到穷伤了 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扫罗就进来了 扫罗就进来,在那边大解 然后后来大卫就割了他的衣经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扫罗就觉得很愧疚 他说,他不应该这样追杀大卫 所以,大卫就离开那边 这个背景是在撒木耳祭上24章 后来,这是第一次大卫放过扫罗 接下来,后来大卫就到了马营的旷野那边 后来发生喇叭的事情 这个我们就跳过去了 接下来,他又到了哈基拉山 哈基拉山就在西佛的附近 第一次大卫到那个地方去 西佛就过去跟扫罗打小报告 这次,大卫又来到哈基拉山了 结果西佛人又跑去告密 这个西佛人实在是跟大卫对着干 结果,大卫后来就听到 扫罗又带了三千人来了 他就说,真的来了吗? 后来,果然是真的来了 这次,结果大卫后来下到他们营里面去了 把扫罗旁边的枪跟他这个水瓶拿走了 后来就跟他喊话 扫罗就知道说,大卫又放过他一次 这个时候,大卫在这个阶段 他可能写了第13篇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3篇 13篇 13篇1到6节 耶和华 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你掩念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 我的仇敌身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 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 免得我沉睡致死 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 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 但我倚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用后恩带我 这一篇里面有几个要到几时呢? 有几个,how long? 大家算了看 四个 第一节跟第二节 第一节两个,第二节两个 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Will you forget me forever? 然后,你眼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will you hide your face from me? 神好像向大卫眼面 神好像隐藏起来了 大卫也感觉不到神 大卫不知道神到哪里去了 他一直在这边逃难当中 这时候,可能是到了大卫已经逃难的晚期了 大卫逃难至少大概有十年 这十年当中,神是保守他 但是大卫想说,还要多久呢? 要到几时呢? 他求神看顾他 然后怎么样? 他说,第三节 是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 Give light to my eyes, or I will sleep in death 什么叫做,使我眼目光明呢? 要有光 要有光 最主要就是什么? 要得到神的话 我们看一下诗篇第19篇第8节 后面有诗篇第19篇第8节 这边讲到什么? 耶和华的训食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话可以明亮人的眼目 英文是说什么? giving light to the eyes 神的话会使我们的眼睛得到光 那就是跟13篇的第三节是一样的意思 使我眼目光明 怎么样子可以使大卫的眼目光明呢? 其实是借着神的话 这个神的话是什么? 就是Rain 就是神一旦对我们说话,我们眼睛就有光 我们就不在黑暗当中 我们就不会沉睡至死 圣经里面说 民无异象,就必放肆 没有神的话,没有异象,民就必灭亡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得到神对我们说话 我们才不会沉睡至死 所以大卫就说 神来,你对我一说话,我就活过来了 你一旦对我说话,我眼睛就有光了 所以他说,免得我仇敌说 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 当我们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摇动 当神不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摇动 当我们就过来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就会被这个世界带走了 但是大卫就说,最后就说 我依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 我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带我 最后,我还是在宣告神 我还是要来依靠你 其实,好像你在我这个环境当中 没有给我开任何的出路 我还是要依靠你 我还是要投靠你 我要紧紧的跟随你 所以在黑暗当中,还是只有一条路 还是只有一个秘诀 就是紧紧的抓住主 主会带领我们走过 我们再继续看这个power point 所以这个是扫罗第二次被大卫逮招 但是大卫这时候又再次犯过他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第十三篇的最后两节 最后这两节给它标出来 就是在漫长的黑夜中 在漫漫的黑夜中 信心之歌 神是我们在黑夜唱歌的神 在漫长的黑夜当中 因为十年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第二节这边,他有提到说 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 你看英文也翻得蛮有趣的 How long must I wrestle with my soul? 我需要跟我的思想在那边摔跤 要到什么时候呢? 什么叫做跟我的思想在那边摔跤? 心里头常常在那边想来想去 常常会有一些负面的思想来 但是我要战胜这个负面的思想 我要跟我的思想在那边摔跤 负面的思想叫我要灰心,要善胆 但是我要依靠神,我要依靠神的话 要制服我的心思 让我的心思浮在神的话底下 要继续的相信神 所以,他需要一直在跟他的思想在那边搏斗 And every day have sorrow in my heart 他的思想在那边打仗 心里头总是有sorrow,忧愁在他心里面 这要到几时呢? 但是,anyway,即使神还没有开出路 祂还是要依靠神,要因神的救恩快乐 要依靠神的慈爱 祂还是要向耶和华唱歌 因为神对他是好的 For He has been good to me 因为祂过去一对我这么好 所以,我相信祂会一直带领我走下去 这个是第13篇 我们刚刚这个PowerPoint 它这个13篇的特点就是说,要到几时呢? 所以,已经遭到了好像是蛮后期的事情了 接下来,他就讲到说 我继续待在犹打地 我迟早会死在扫罗的手中 所以这时候,他就逃到加特那边去 投奔雅吉了 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去 他一下被抓起来,他就吓得不得了 这次去,他是带着600个人过去 所以,算是带着一支军队去投效加特王 加特王就给他一座城 叫什么地方?喜格拉 他就在喜格拉那边 他总共在这边待了一年 在非利式地待了一年四个月 后来,他们非利式人要去跟扫罗决战 那次,本来大卫也是跟着去的 对大卫来说,是相当尴尬的一刻 他需要去跟自己的同胞打仗 但是后来感谢神 神让这些非利式那些首领看到大卫说 这些希伯来人在我们当中干什么 雅吉就说,他们才投靠我已经好一阵子了 他们都很忠心了 那些非利式人,其他这些城市的首领说 不行,这些人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到时候,他们挣钱倒戈、窝里反 那我们不是第一个完蛋吗? 他们一定拿我们的脑袋 回去跟他以前的主人和好 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他打发回来了 回到喜格拉 大卫因此就免去的 这场要跟自己同胞 手足相残的这种种境 到了喜格拉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原来那时候,亚玛丽人来侵夺喜格拉 因为趁着他们这些壮兵都不在 他们就把这些人全都掳走了 我们来看一下那时候的光景 我们来看一下《撒末尔记》上第30章 因为这个等下跟我们所读的诗篇 我们等下接下来要读诗篇 他这个时候可能写了诗篇138篇 可能是诗篇138篇 但是,他跟《撒末尔记》上30章 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相当的match 我看从第一节 我们就看到第9节 第一节到第9节 就会帮我们读一下 30章 第三天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喜格拉 雅玛丽人已经倾夺南地 并攻破喜格拉 用火焚烧 卤了城内的妇女 就他们的家眷 和其中的大小人口 却没有杀一个 都带着走了 这神的保守啊 没有杀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那城 不料城已燃烧鬼 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就放声大哭 哭到没有气力 大卫的两个妻等等 被掳去了 大卫很焦急啊 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劳 就说要用石头打死他 这个是迁怒 他们把这个损失迁怒到这个大卫头上了 大卫却倚靠耶和华的神心里坚固 大卫对那个祭司雅比亚他说 请你把以弗的拿过来 雅比亚他就将以弗的拿给大卫面前 大卫求问耶和华 我追的敢敌居 追得上追不上吗 耶和华说 你可以追 一定追得上 而且都救得回来 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来到比索西 又不能前去的 因为已经累了 就留在那里 大卫 所以你看到 这里他们为着自己的儿女苦恼 要用石头打死他 因为说Each one was bitter in spirit 就是心里头充满的这种苦毒 要用石头打死大卫 但是大卫怎么样呢? 大卫英文说 But David found strength in the Lord his God 他在神里面找到他的力量 他倚靠耶和华 他是神,心里就坚固 然后后来求问神 神说,会追得回来 而且都救得回来 追得上,而且都救得回来 结果后来果然 后来第18节 亚玛利人掳去的财物 大卫全部都夺回来的 而且就为他的两个妻来 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 无论大小儿女财物 大卫都夺回来,没有失落一个 我们先来看诗篇138篇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取的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 因为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 耶和华虽高,却看顾低违的人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 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耶和华必成全光乎我的事 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弃你所所造的 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这时候还在患难当中 第七节 我虽行在患难当中,你必将我救活 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 但这边仇敌,他没有讲到说那些什么口舌 因为这时候,他的仇敌不是那些人 这时候,他的仇敌 其实,还是应该顺算从扫罗这边来 Anyway,我们看 这里他有提到说,第二节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圣殿那时候,大卫年间还没有见圣殿 所罗门才见 对,所罗门才见 所以,当大卫他讲到圣殿的时候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讲到他 后来他把约贵引到耶路撒冷之后 他为约贵,就搭了一个帐幕 后来这个地方,大卫常常就称它为圣殿 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圣殿里 我要在你的圣殿当中 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圣殿里 他就讲到说,在神的约贵所在的地方 就是神的约贵所在的地方 另外一个圣殿的含义,就讲到天上的圣殿 我们之前有在讲到诗篇第11篇第4节说 耶和华在祂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所以在这边讲到,耶和华的圣殿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呢? 在天上的,因为他说祂的宝座在天上 后面这一句就解释了前面那一句 圣殿是天上的圣殿 这个地方138篇的第二节 这个圣殿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呢? 这里应该是天上的 因为他说,我向你的圣殿下拜 I bow down toward your holy temple 他向着这个方向,向着那个圣殿 如果说是大卫自己搭的帐墓的话 大卫是大可不需要向着帐墓的方向下拜 他自己就进到帐墓里面,坐在神的面前 这就是在做完以后的事情 所以他这时候还在患难当中 而且他远远的下拜 可是这个圣殿应该是指着天上的 所以他第6节也提到 耶和华虽高,人看顾低微的人 他没有讲到说耶和华住在我们当中 他讲耶和华在高高的天上 所以他是在天上的圣所里面 然后第1节里面,他说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的面前歌颂你 诸神,就是God,这个是诸神,就是神 大卫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会在诸神的面前呢? 那只有在外方,在非利式地 所以他在诸神的面前,他在非利式地里面 他在歌颂耶和华 所以我想到说,诗篇138篇 很可能就是在大卫,在患难当中 那时候圣殿还没有见,他还没有做王 那时候是在外方的地方 就在非利式那个地方,他在那边歌颂神 在非利式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你看第2节就好像跟我们刚刚所读的 非常的match 我要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 或者说,超乎你的名 你使你的话显为大 就是神啊 神他说,You have exalted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Magnify your word 你让你的话显为大 显为大,超过一切 神的话,在什么地方显明出来? 就是刚才《撒木尔记》上30章的第8节 神说话,神说话说什么? 你们追,你们必追得上,而且都救了回来 神一旦说话,结果果然大卫就去追啊,追啊,追啊 结果后来全部都救回来,没有吃上一个 连一个都没有吃上 所以大卫那时候,这时候他心里可以 很自然的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 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 或者超乎你的名 神的名就是神的自己 但是神让他的话更加的被高举 让他的话显出来 他的话是多么的有笑咽的 有分量的 让人对他的话产生敬畏 为什么他要高举他的话超过他自己的名声? 因为如果他的百姓不遵从他的话 会羞辱他的名 所以神看他的话,是比他自己的名还更大 所以大卫刚才也说,求你让我一眼有光 求你只有神的话,可以让他一眼有光 这时候,神说出话来了 神说出话来,不是说出来就而已 接下来他就看到,神果然照着他的话应验了 让他们都把那些敌军都追上了 而且把那些卤物都追回来了 然后他说,第三节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引领我 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使我心里有能力 大卫刚刚不是说吗? 那边讲到说 大卫,心里一靠神,就得坚定了 以使我心里有能力 大卫他说,他find strength in the road 他在神里面找到他的能力,找到他的力量 所以他说,当他呼求的时候 神就应允他,神就让他们把这些都救回来了 而且让他心里头有能力 所以在这篇,我们明显的看到 就跟大卫在喜格拉那段的经历 可以配得上的 然后,他说 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 然后,他们都要起来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 然后,耶和华虽高,看顾他 这个好像寄居在外邦的低违的人 后面这边有讲到说 第八节 耶和华必成全,光乎我的死 刚才我们不是有个地方读的也就是 57篇第二节 所以大家可以在旁边写一下 在第八节的旁边写,57篇第二节 The Lord will fulfill His purpose for me 我这个NIV里面还有一个 His purpose 就是,祂会成全祂在我身上的计划 所以大家会再一次讲到说 神啊,你在我身上的旨意 你在我身上的旨意 你在我身上的计划,一定要实现 一样,我们今天跟神祷告 神啊,你一定要成全光乎我的事 神啊,你一定要在我身上的旨意 你在我身上的呼召,一定要成全 求你不要离弃弥守所造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读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到大卫一直要做王之前 138篇 接下来他到了西伯仁做王,做犹大王7年半 接下来就到耶路撒冷做王,做以色列王33年 下个礼拜,我们就要看到 他开始从做王以后所写的诗篇 从19篇开始 这是下礼拜我们要读的